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这个聚焦点啊就是在左上方 白棋是现在刚刚上一手棋搬过来 很显然它要做火 如果黑棋比方说退一个 被白棋爬进去火角的话 整盘棋的木树黑棋会比较告急 我们可以看到黑棋的木树上边这个15木 下边这个12 3木 加起来一共也没有多少 所以如果再让白棋这么轻松的做火的话 黑棋就难以争胜了 因此呢 这个时候黑棋在进行了自己的刑事判断之后 他做出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有勇气的决定吧 他决定全盘开始通杀这三个字 就是一个都不让他火 可以说在这个高手的这样对局当中 尤其是像这两位这样的顶尖棋手 他们下棋是很难会再下到一个 必须要去杀对方大龙这样的一个境界 除非是到了现在这个局势 黑棋控不够 如果让白棋活的话 他很难去继续再找到其他的可以去拼的 这么一个发力点 再一个呢就是 黑棋经过了计算 他认为这个棋是可行的 这个思维方式 这个方式啊 杀白棋的这个选择 嗯 虽然说是有风险 但是呢 他还是觉得胸有成竹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黑棋实战的这个下法 既然要吃白棋 那首先的第一点就是 要把白棋的这个根给灭掉 要杀棋 白棋当然是要破眼 这个跳呢 比起拐一个木树上啊 这个眼位上是差很多的 因为白棋这扳了以后 这个打持了一座眼 马上这个眼位就很丰富了 所以要杀白棋的话 必须是跳在这儿了 但是 即便如此啊 给白棋看到的这个后面的下法啊 就是打吃 然后在一小间 看上去 其实黑棋外围也并不是这么的厚 黑棋为什么他能够敢像实战这么去痛下杀手啊 这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过了刑事判断之后呢 黑棋做出了一个 其实是多少有点无奈的选择 但是呢 嗯 这个我们都说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 当你如果一旦能够吃掉白棋的话 那这盘棋毫无疑问 这个胜利就是牢牢在握 所以实战的黑棋才会这个痛下杀手啊 选择这样的下法 但是其实从另一点上来说 我们时常在跟我们爱好者们下棋的时候 都会劝导我们棋友们 轻易不要动杀心 不要起贪念 那其实呢 是因为要杀棋啊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当然了 不排除像我们国内的这个高手石月 酷爱去杀对方大龙啊 甚至因此得名叫场军一条龙 他是 这是因为他有自己一个深厚的计算力 和强大无比的力量作为后盾 才能够有这个得此尊称雅浩 但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下棋的时候 很多棋友去杀对方 往往都是没有算清楚 就是图一时之快 那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在这个最开始的时候 就应该杜绝这样的念头 当然不是说告诉我们棋友们 不要去杀棋 不要那个下得太畏手畏脚了 这是 只是说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吧 嗯 不提倡大家去这么下 但是呢 不妨碍我们在欣赏高手的对局的时候呢 会出现这么精彩的这种杀大龙的锦 所以因此呢 一定要把这番机找出来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黑器长一个是先手 交换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打吃掉 黑器之所以能够这么下的话 都是因为这些先手都是在他眼里的 否则 如果被白袭这样一尖 他就没办法再继续去杀白袭了 其实能够吃掉这块棋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在后面的这几手棋 我不知道实战白棋柯杰 他是忽视了黑棋的下法呢 还是在这个 或者说是在黑棋决定痛下杀手 跳一个的时候 才看见这样的下法 因为这个黑棋的杀招 可以说是比较隐蔽 或者说是 异于我们常规的思维吧 首先黑棋要杀棋必须 必须灭眼 当然白棋他会有他的反击 如果这个时候老老实实接受的话 那这个棋就不弹了 被黑棋这样一挤过来 这个黑棋走法就很多了 无论是搬一个还是飞一个都可以 所以面对黑棋的这个飞 白棋呢 靠上去 是想要先手防断 白棋期望呢 是黑棋 挡过来 然后他再断 比方说 黑棋吃的话 然后白棋再一吃 下一手其一提要做活了 这样白棋就跳出来 即使是像唐卫星这样的高手 如果说被白棋这么跳出来的话 我想也并非是他当初的 这么一个要继续杀白棋的这样一个初衷了吧 所以这里面其实黑棋是有一个手段 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手段 才使得这一系列的下法成立 就是当白棋靠一个 黑棋冲 白棋断 这个时候呢 黑棋他不吃这儿 他从一路翻打 我想我摆到这儿可能 有一些起友已经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就是这个时候呢 白棋还是要吃 但是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此时黑棋他提一个不是绝对的了 他可以脱鲜了 可以把最重要的外边 跳一个把白棋封住 就是因为下边这边呢 刚才二路这打了一手 就是你白棋提的时候 他可以退过来 这里以后 白棋挡可以去扳一个 只能做出一个眼 也就是说这是假眼 所以如果要说 这手棋有多难呢 其实他难度系数并不高 但是呢 我们作为这个人类来说的话 你思考是有一个惯性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些棋 按照一种固定的这种方式 来存在自己的这个 构思当中 所以觉得这个棋 当白棋靠的时候 就一定会下成这个 被他先手打掉一下 跑出来 会有形成这样的一种固有的观念 而很少再去跳出这样的一个框架 来看问题 所以实战黑棋的这一打 我相信他吃到这的时候 很多棋友已经看出来问题 但是可能当时科捷 我们不能揣测 他是在什么时候 已经发现问题不对了 但是即使发现问题不对 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 所以其实从黑棋的这一打 这招棋 单纯从棋的内容本身来说的话 我们只能说是作为欣赏 但是从这种思维方式的话 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就是尤其是当我们现在 会把站在今天这个角度来看 会把很多以前的定时淘汰 这也是因为时代在演变 我们对于棋的认知 又有了更新的这种认识 所以才会有不断的这样的新的变化出来 那同样呢 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 你在任何时候去思考问题的时候 你都应该试着 把你这个思维就是跳出来 看一看问题 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就像这盘棋 后来我们看一下 白棋在这呢 试着在小间跑出来 但是一切此时啊 都在黑棋的掌握当中了 所以其实我们看 即便是像柯杰这样的高手 他也会有这个被吃大龙 这样的时候啊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 这个柯杰下的不好 要说他这么下 我想很难会考虑到 这个班的时候 对方就会痛下杀手 以及还有这么巧妙的手段 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 这种思维的习惯吧 或者说我们 在惯性之下 很难去去跳开这样的一种思维 其实作为柯杰本身来说 他的棋能够下的这么好 已经是因为他的棋风非常的灵活 能够在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创新的下法 所以他也能够可以说是走在这个 其他的顶峰吧 实在的前沿了 那换句话来说 为什么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么强 其实也是因为他很大程度上是摒弃了人类的一些 惯有的思维方式 他可以不受这个人类这种感性思维的这样的一种束缚 而是纯粹以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 当然其实 维棋本来是一件 一个很有意义的 这样这么一项 可以说是运动 可以说是游戏吧 它其中呢 可以让人们感到非常大的乐趣 其实也正是因为它是感性和理性并存的 所以即便在今天人工智能 横扫了人类的顶尖高手 但是也并不代表为其这样一项 既高雅又有意义的 这么一项运动会随之被 会随之消失 会随之被替代 我想还不至于到这一天 所以眼下我们的企业们 大可不必为这些事情去感到烦恼 而是更多的去好好的感受 这个在人工智能 带给我们这种新的思维模式下 来给围棋带来的新的一些思考的方式吧 此后我们看到这个棋 其实后面呢 柯姐又进行了一些非常顽强的抵抗 毕竟作为这个第一人 不能这么简单的就被你吃掉 但是后面的棋其实已经是 站在一个大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是无关紧要了 黑棋整体的这个构思呢 是肯定是成功的 当然最后这个棋的胜负是很细微 黑棋只赢了一有四分之三子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可以来看出柯姐 他的水平是非常厉害的 高手就是善于力挽狂澜 在自己不利的情况下 也依然可以最快速度调整心态 来把这个后面的棋再下好 但是这一盘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唐伟星这么勇于去杀对方大龙 并且这样的一些比较跳出思维框架的棋 那也因此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盘棋 好各位棋友 这盘棋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四妙下 我是王湘如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棋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棋盘 这个时候呢黑棋 在白棋这样一个立二拆三的棋型下呢 二路透点 这其实也是非常有力的这样一个手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黑棋希望的图 白棋有几种应对 一个呢是小尖 这样黑棋搬过来 把这个搬过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被黑棋搬过的话 原本这个三三点脚的棋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黑棋用最高效的一种方式把这个三三点脚给补到了 而且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他把白棋的根给搜掉了 没有了根的话白棋就像是这个扶平一样需要去飘在中间 如果白棋 如果白棋阻度 不让你黑棋度过 我还要强调这个三三点脚 黑棋呢他也有招法 他可以先跳一下 然后再从这边 连回来 需要注意的是 其实黑棋左边这三个子 他也是 没有一个比较安定的这个根 所以如果这样走过来的话 其实这等于是一来一回的一个出入 白棋的根呢依然是被黑棋这样透点的方式把它破掉 然后还把自己连好了 假设下成这样的话 即使这个三三点脚存在 但是白棋现在自身也是自顾不暇 他还来不及去考虑破黑棋这个右上角实地 这么一个 来不及没有这个闲暇吧 所以 如果说实战这个黑棋 走这个白棋 无论是尖还是尖这个 黑棋都有比较好的这种手段 再或者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棋谱当中会 黑棋有 白棋有这个靠上去这样的应对 那这个时候黑棋也不怕 他可以再搬一个 白棋挡住的话 他可以打吃 然后从这儿虎过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白棋的这个图跟我们刚才说 小剑那儿这儿被黑棋搬过的 意思是大同小异的 黑棋最终的还是能够把这个二路搬回 既搜根又唯控 这样的下法 看着这么可观的这个 右上角的木树 我想黑棋的心里一定是非常高兴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 大家都是属于比较务实派的 这么一个风格下呢 手里先拿着这么大的一块实地 是心里很踏实 那面对黑棋的这个二路透点 似乎白棋 怎么选择都是 有点中了黑棋的圈套 那究竟这个时候 白棋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 来破坏黑棋的意图呢 其实在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首先要明确或者说要 逐渐养成一个习惯就是 对方下的这个棋 你要知道他的意图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知己知彼 你只有清晰的了解了 对方下棋的意图 才能够很好的去 考虑如何的去破坏 否则你连对方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那这个棋下的其实就是 会觉得找不到重心 抓不到重点 所以其实实战的白棋进行了一个思考 他觉得既然你又想度过 又想搜我的根 那么我先来一点齐招 首先呢先靠一下 注意这个时候的白棋它不是挡的 这个挡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变化图 他先靠一下 关键呢就是下一首棋 看似这个棋眼界马上就要被黑棋冲出来了 这个被冲出来的形状 在这个局部是不大能够接受的 可是呢白棋它不紧不慢的 再三三踮脚 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反复强调的 非常具有木树价值的一首棋 但是白棋的这个次序掌握的非常的巧妙 为什么这个棋要先靠一下交换 再点三三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 在第一时间白棋点三三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我想 作为这个可能不管是脾气好还是坏的这个棋手啊 绝对是置之不理 你妄想 我在这边挡 被你这个先手扳一下嘛 绝对不可能 他肯定是 从这 度过 假装你这个点三三 我根本就没看见 你要往这边走齐 没问题 这个脚让你活 但是呢 你外边这三个字 你要给一个说法了 所以这就是白棋没办法直接点三三的一个原因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所以白棋要进行一个交换 就像我们实战看到的 他先扳一下 先靠一下 然后呢 跟你扳交换了以后 他再走过来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棋有要注意 白棋靠的时候 黑棋绝对是不能走这儿的 走这儿的话 被白棋一袜 被白棋一袜 你现在这个是不能长的 否则这个打吃了 在这一长 黑棋自己气很紧 黑棋只能去虎住 那这样的交换 其实就等于黑棋扳 在这儿落了一个后手 有可能还亏了这几下 你把白棋撞后了 如果这样下之绝非是黑棋的初衷 所以这一点首先要明确 因此呢 黑棋才会考虑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想要让这个交换一下 然后这样打了度过 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度过来完成的 因此 因此呢 这时候白棋再点三三 这样黑棋可以扳吗 可以度过吗 如果说这样走 这正是白棋所期望的 因为有了这个靠跟黑棋扳的交换 它就可以挖上来 这样我们会发现 黑棋一下子被白棋扳一挖沾 可能会有点蒙 不知道怎么下 如果你虎一个的话 白棋制打吃 这个子它就全当做是 放在里面的一个交换 以后 比方说 我从这一带走过来 我这个可以利用的余味 是窮之不尽 尤其是现在我这一打吃 你黑棋在这兜了一圈 把我白棋撞得无比的厚 黑棋非常的无趣 如果走这边 那显然也是缺乏勇气 无论你是虎还是粘吧 我想白棋这时候选择权 都很多 可以考虑比较狠的下法 比方说从这打吃 然后退回来 这边让你冲也没关系 我就把自己这块棋处理好 这是白棋现在可以去考虑的 同时白棋觉得如果说 这个退一个备胎冲出来不满意 那它也可以 比方说打吃一下 然后把这个挡住 这样黑棋也是很无趣的 它必须要把这个吃回来 这块棋已经是非常厚了 这个白棋打吃 然后再铺了一般下去 哪怕这个不铺 以后也算是白棋的 哪怕这样下 黑棋的这边三个子 原本啊这个二路透点过来 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搜白棋的根 但其实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 而且这个子是非常有作用的 这个挡住还是先手 你黑棋一沾我下一步一飞 这个搅和的是很轻松的 所以这就是白棋先靠一下的意图 就防止了你黑棋度过 没什么脾气 可以说下棋很有意思 就是在这种针锋相对 你来我往当中 去达到一个一种平衡 但同时呢又要去打破 这样的一种平衡 可能看到这里 我们各位骑友很好奇 能够下出这么有意思 有才华的棋的这个棋手是谁呢 这其实是一盘我们国内的对局 也是16年的这个金利为甲 手机杯的第17轮的一盘主将之战 白棋呢是非常年轻的棋手啊 黑白双方都是很年轻的棋手 弹校棋段和联校棋段 直白棋的是联校 这两位棋手 其实都算是我的师弟 他们曾经在这个少年时期 也与我同在一个师门下去学习 所以我对他们两位 还是非常了解的 可以说这两位棋手 都是非常有灵气的 他们的这种风格也是 在棋上体现出来 是很灵活多变 而且是不拘泥于长形 所以我想才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构思吧 尤其是现在 在联校啊 他的这个可以说是 有非常多的这个粉丝啊 也是算作是我们旗街的一个小网红了 这个效应也是因为 去年的这个人机大战之后啊 首先是柯杰 先在网上成为了网红 由此引发了一个迷媚的团体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吧 围棋从另外一个方向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让大家来认识来接触 这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其实更多的时候 大家会关注到啊 棋手这样的一个群体 他们平常是不善言辞的 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 又是非常的丰富 因为只有当你的内心世界 足够丰富了才能够下出 这么有味道的气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度过不成立 那么如果说团的话 那白棋他就可以满意了 他就把这个挡住 这样我们再看啊 有了这个交换跟刚才 没有点三三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因为当你这个让黑棋度过之后 你再点他肯定是挡在外边 哪怕他可能脾气不好 我就走大一点 或者说飞一个之类的 这两手交换 以后飞和这个大飞 都给白棋在这一带的活动空间 增加了很多 所以这个交换 黑棋绝对是不能忍受 这也是白棋当初构思这个图的 原因之一 在其次黑棋也不能挡 因为如果你挡的话 他这一搬你还要再团住 那白棋就从这边 把这个挡住了 你在吃的话呢 他不是粘的 他是从这吃一个 提他就可以搬住 这样黑棋兜了一圈 完全没有捞着便宜 可能木树上还损了 所以这个棋 雙方在这个局部 寥寥束手 但实际上是包含了非常多的变化 和凝结了这个很深的智慧 因此 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黑棋 正面作战的应对 都有中白棋圈套之嫌 所幸呢 大家契合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把这个吃上来 当然这边两边被分开 白棋黑棋也算是 有一定的收获吧 不过作为白棋人说 完全可以满意 他把这个搅上一搬 然后 再一吃 这样呢 这个局部就算是 可以告一段落了 白棋很轻松的 也不能说很轻松 或者说白棋很巧妙的 通过一种灵活的方式 来化解了黑棋的 原先很有力的 这种很有锋芒的棋 来向我们展现到了一个 很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的各位棋友 这番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